我們在整個一個大時代的一個轉變 警政工作應該有哪些必須去做變革的 大家就盡量把你們的想法提出來 車輛使用登記度 因為現在加油都使用了 加油都好 跑到乘摩托車身體有機器有GPS 那是否還需要改變嚴謹 只用矢短登記再寫一次 那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做法 現在我們會評測的檢舉 大部分都被這個新管委會 商家 民軍糾紛 職業檢舉人給利用 因為他知道說 火爆1-0 警察就一定會來 那照成我們態度很多同仁變成人家的警衛 現在的民眾人情高漲 檢舉達人他隨便打個電話 你說這個地方有賭博 你能直接進去給他抓賭博 像這些案類你就可以篩選起來 很多工作是靠溝通 而不是隱形故障 所以過去這樣 否則是這樣 因為大家改變 能解決就解決 就我們那個簡化業務的資訊 我們想要有那個 幫助理講 越方下過這樣一個人 就我們去看某個人 他的精神 或是身體狀況的一個群體 那我幫他去照顧 發射料表嗎 他才是針對這種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的 這種人為甚麼感覺 這個已經超越我們的職權 超過網民的工作 專業人的判斷 第一線同仁壓力最大的 就是處理那個戒頭暴力 社會法嘛 那不痛不癢嘛 有事無恐 影響社會治安不良的那個觀感 民眾其實不知道 我們警察沒有強而有力的 有效的這些法律 來處理這些戒頭暴力 所以我們才會行政院 治安會報提出來 要修法 讓警察有執法的尊嚴 讓警察有一個法的功勁 來執行人 謝謝你們今天 永樂花園 敬大家 感謝阿弥 謝謝阿弥 謝謝 Wash 謝謝 Laur